大家好 上期跟大家分享了 如何采收这个珠点红的种球 准备给它进入休眠 给它熠一花芽 那么从中也忽略了一个小问题 这个小问题就是 给它放入冰箱之前 如何处理 因为我们采收这个珠点红的种球过程中 这个根系被修剪 以后这个叶片被修剪 还有这些残叶比较多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给它做一颗杀菌杀毒的工作 避免这些伤口出现腐烂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 把这些烂的叶片给它掰掉 现在这些给它清理掉 因为这些烂叶片 它多多少少都会带有一些续菌或者是病菌 那么将它清理干净之后 接下来用杀菌药给它浸泡一下 我用的就是这个戴森猛菌 按照1比1000的比例对上精水 然后把它放进来 浸泡15分钟左右 包括这些根 还有这些修剪掉的这些伤口 我们将它浸泡好之后 接下来就是用这个戴森猛菌 涂抹一下它的这个伤口 避免伤口出现腐烂 或者是直接撒一点这个戴森猛菌到这伤口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放到通风阴棉的地方 把表面的水分全部晾干 将它晾干之后 把它放入到保鲜袋中 然后再把它放入冰箱 我们放入冰箱的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冰箱的温度 一定要控制在5到10度之间 不要太冷也不要太热 然后20天左右再拿出来 直接重新上盆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很快它就会长花芽出来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